到底是谁跟着我 你怎么还跟着我呀 我不是把球还给你了吗 你怎么还不拿走呢 好吧 那我把球给你丢到家里去 你快回家去吧 别跟着我了 谁打我爷爷 奶泡泡 你给我站住 别躲了 我都看见了 是长老啊 我还以为 快说 干嘛用皮球打我爷爷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为了把球还给外星人 外星人 奶泡泡你看见外星人了 我看不到他 但是能听到他的脚步声 我拿了他们的皮球 他们就一直跟着我 他们是从月亮上来的 月亮上 不是你说的吗 我想起来了 外星人最不喜欢 晚上在外面玩的小朋友了 所以他就会跟着他 催他回家 奶泡泡 你快回家吧 是这样啊 那我马上回家 爷爷 我骗他了 谁让他有皮球打你来着 可是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奶泡泡觉得 外星人跟着他呀 其实根本没人跟着他 那是回声在做怪呀 啊 回声 在我们行走时 脚步声会被周围的物体反射回来 形成回声 安静的夜晚 会让回声显得格外清楚 这时由于我们面向前方 无法同时看到背后的景物 就分不清背后的声音 是真的脚步声呢 还是回声呢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被人跟着的错觉 原来回声就是奶泡泡的外星人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